接著我們就開始真的去做一些測量 第一個是要測量叫長度 就是長度的標準 標準 這是比較前一代的標準 有一個薄一合金的棍子 有人說是公 公輪的公是形 有人說X形隨便 就是這個形狀 然後有兩個刻痕 在零度C兩個刻痕的長度定做一公尺 那這樣會有一個問題 就是它就叫一公尺 它如果變大了 一公尺也變大 它如果變小一公尺也變小 它如果斷掉一公尺就沒有了 所以呢 後來就改成用這個當作標準 這樣每個實驗室都可以自己做出來的 什麼叫做一公尺 所以改這個標準 你也不用背啦 我也背不起啦 反正就是用光鎖前進的距離 當作一公尺的標準 這就是長度的標準 然後這就是場地的長度單位 我們國中常用的就是公尺跟公分 偶爾也會出現所謂的公尺 那麼以前叫做米 然後里米跟毫米 這個我剛才會說 就是中文上代表所謂的 百分之一跟千分之一的意思 這個就m啊 cm啊 巧克力啊之類的 這個就是 大家知道一下公尺 我們一般的標準是公尺 就是m 就是我們的標準 看一下 瞭解它的代號 英文的寫法 中文的寫法 要注意那個兩個里 一個叫里米 里米叫做公分 一個叫公里 公里叫做毫米 兩個不一樣 要分清楚 OK 我們懂就好了 現在大部分都寫公分跟公里 寫厘米跟毫米的人不多 但是偶爾還是會出現 然後呢 現在有幾個名詞 一個叫做微米 一個叫做奈米 微米就是百萬分之一 十的負六四方公尺 現在所謂奈米科技 多少奈米 你看它多了多少奈米 十一分之一 十的負九四方公尺 了解一下 知道什麼叫做唯米 什麼叫奈米 什麼叫奈米 你叫奈米 代號欣賞一下 了解一下 可以了 這個代號在我給 當委會提到的 給各位的講義上也都有寫 然後再說 然後呢 這個就是 剛剛就知道 分數跟倍數 幾倍幾倍幾倍的那種 千是什麼 千是什麼 然後呢 那個百分之一是什麼 就是我們講義上有寫 就自己補充一下 給各位提問是這個 中文上的分 就代表叫十分之一 分倍 十分之一倍的意思 十分之一倍的意思 離就代表百分之一 所以離米就是百分之一米 就是一米的百分之一 這就是公分 好 就是千分之一的意思 好就是千分之一的意思 中文上面的分離好 就代表著十分之一 百分之一跟千分之一 英文上有些前面寫的什麼K啊 一千啦 K啊一千倍啊那種 好 M啊千分之一的那個 那個講義上有寫 就自己欣賞一下 自己欣賞一下 自己欣賞一下 然後你會了解一下這個狀況 然後這個是我們的長度的測量 國中的長度上就用直尺 高中會有所謂的螺旋側尾器 會有流標尺 會有一些不太一樣的測量工具 高中在說 我們國中就是一把尺 那這個圖我們曾經給各位看過了 那就是要 有個準確尺 要準確到最小單位 還要再多寫一位估計尺 估計尺最小單位以下一位 像這個圖上面顯示的 底線上畫就是準確尺 最右邊還多了一位叫做最小單位 以下一位叫做估計尺 然後估計尺 那就要寫成這樣子 好 那 問一個問題 問一個問題 我如果用一把 最小單位是公立的紙紙 我認為這個東西正好有15公分 請問你 你的測量值要寫成多少公分 我用一把最小單位是 這時候是我給各位的學習單單最後一題 為各位學習單單最後一題 OK 我認為他剛好15公分 我的直尺最好單位是公立 那我的寫下來的結果要寫成多少公分 請問他們 停車戰界問 可愛帥哥或美女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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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寫多少幾例 5 15.0 15.0請坐 恭喜你 答錯了 你寫15.0 15.0 那個0就是在哪裡 公立對不對 這個指道的最小單位 你要多寫一位 最小單位 以下一位的估計值 所以你要寫多少 15.0 我給各位學習單單最後一題 我給各位學習單單最後一題 我給各位學習單單最後一題就是寫這個 所以你要寫15.00公分 我們所有的測量的使用的第一步驟就是要歸零 你的指尺要從不知道從哪邊開始量起 叫做歸零 我們在後面教天秤的時候會再強調一次 第一個步驟叫做歸零 還有一個動作要注意就是 但是國中 台灣的國中不強調 大陸有強調這件事 台灣國中要注意最大量成 就是我最大量多大 你們一般學生用的指尺最多量幾公分 15 15 所以超過15能不能用 開過不能用 高級不能用 只能量15公分以內 叫做注意最大量成 但是這件事在台灣的國中是 不提的 不提的 沒有講這件事的 但是你心裡要明白 我講過了 那個磅秤如果最多量110公斤 你的130就不要站上去了 它就壞掉了 它就壞掉了 所以要注意最大量成 但是 沒關係 台灣不強調 你要知道 第一步驟一定是甚麼 歸零 這個在我們教天秤的時候 會再一次的強調 以上就是跟各位介紹 測量長度的部分 OK